還有一天,2023年就過完了 在年初的時候,我是... 空門豆子離開以前的公司 走出自己的選擇圈 走入市場帶出一個明確的目標 就是為了尋找一個更好的團隊 在我自己身間的房地產領域做出一個成績 因為目標很清晰,所以整個選擇的過程很短 經歷過不同公司的面試 在別人選擇我之餘,我都在選擇不同的團隊 不夠一個月的時間,我加入了一間新的團隊 開始熟習新的崗位 嘗試組織團隊裡面的不同人 去共同合作一個項目 在過程中,我發現一個人做事真的很簡單 只是顧自己的事情 時間、過程都可以由自己去調節 但是一班人做事就變得複雜得多 又簡單的分工安排、時間的配合 都不是最致命的 最致命的是整個團隊 沒有一個規則、沒有一個紀律、沒有一個流程 沒有一個可以量化的標準 去達到我們所設想的目標 希望做好一個節目媒體 用來吸客做生意 但是我們缺乏有效的量度、方式 變相來說,整件事變得很模糊 配合起來是相當費勁 甚至我個人覺得 比我自己一個人做還要麻煩 因為我還要尋求其他人的配合 當時的團隊面對這個問題 我也很清楚 跟他們說,如果一個團隊沒有一定的標準 沒有一定的KPI 我們是做不到的 我是提出了我們將目標可以量化 例如我們一個星期最少是出三條片 最後的結果 我們一個星期都未必出一條片 甚至是兩個星期才能出一條片 其他片都是我自己個人的創作 在整個磨合的過程 我們團隊有各自的問題、各自的挑戰 我對他們都不是很熟悉 我都不是一個上級的經理 可以有權去督促他們去做 現在反思起來,我當時是做錯了 我是成功指出了問題 但是我沒有進一步做一些引導 或者解決的方法 我覺得我和他是一個評級的身份 我沒有一個領導權 不在其為、不擔其職 更多的想法是 如果你創業、賺錢 都需要人去催促的話 證明他想做這件事的野心 是不夠強、又不夠大 都不是我想找一個partner的合適人數 現在想起來一個合作的團隊 都是要自己培養回來 就算我是一個評級 同樣的身份 我都可以作為一個領導 帶領他們去克服不同的問題 或者跟他們建立一些 必須做到的標準 更加詳細去量化他們的努力 那時候我是沒有這麼大的心力 甚至沒有這個經商的頭腦 雖然強制的東西未必會討人喜歡 甚至是有點違反人性 但是這些強制性的東西 令我們在短時間 進一步激化我們的潛力 令到那件事是做得更好 最後的結果就是我退出了 新加入這間公司 選擇了自己一個人出來 自己去創業 成為一個one man band的生意 同時我希望途中 可以利用自己的個人魅力 去吸引不同的同伴 所以有段時間我的發問 都在片尾那裏都宣傳 我是在找一些partner 跟我共同合作 那段時間我都見過一兩個人 打算用穩工身體 就真的不太適合 因為我想找的是共同創業的夥伴 創業的模式是各自投入自己的引力 去共同經營一個自媒體 做到線上人流、線下成交 有生意做到就分錢 沒有生意做不到就各自疼自己 簡稱叫做食西不風 不會有固定的底薪 都不會有固定的工作內容 我們所有事情都是突破所有困窄 自己去設計、自己去想 怎樣可以吸引更多的人 去找我們去做生意 我們沒有固定的福利 只有不確定的風險 至於其他團隊的老闆想招臨我 因為欣賞我的努力 覺得我真的做到事 覺得我那件事是有效的 想找我一切去共同發展 但是也有一些團隊的老闆 純粹想找我進去的團隊 幫他們打工 老實說香港四大地產代理行 他們的薪資一向都很差 這是一個市場的機制 我就見怪不怪 我都沒有要求一個特別高的薪酬 所以在一個不比較薪酬 我考慮的是團隊的老闆 可以給我什麼 所以每一個找我加入團隊的老闆 我都問他們一個問題 你怎樣可以幫到我做到更多的薪酬 他們的答案都大同小異 每間代理行的基本盤 其實都大差不差 差別的就是團隊的老闆 那個經歷、那個管理技巧 甚至是理念 有些團隊的老闆就很聰明 他們會反問我 究竟我需要什麼可以做到更多的業績 我自己想過給他們的答案就是 工作時間有高度的自由 還有我要做自媒體 我希望有一、兩個人可以幫到忙 例如每個星期陪我去拍不同的樓盤 目標就是一個星期最起碼做到五個視頻 甚至是有些人去幫我剪片 或者我可以選擇我不做上鏡 我可以幫人剪片 最主要他們有沒有人手去配合到我 有些團隊的老闆就答有 他們會有日要跟廣告人再談談 但是他們可不可以配合到我 然後我就說不如你們聊完之後再告訴我 有些團隊的老闆就說不保證有人給我 甚至叫我自己加入了這間公司 所以自己去招任 那和我自己去找自己的伙伴 有什麼分別呢? 那我為什麼要加入那間公司呢? 最後我衡量了所有人給我的條件 都是沒有加入任何團隊 如果簡單掛在一間代理公司 讓我有一個底心 不需要讓燈入火立 也不需要讓地租泡面 又有不同的方向可以讓我拍攝的情況下去創業 聽起來好像很美好 如果我是剛剛入行或者一、兩年的代理 我會接受 但是我做了八、九年 我真的缺過每個月六千五的底薪 我真的缺過公司的盤月給我拍攝 這些都不是我需要的 我需要的是怎樣利用我的優勢 結合公司給我團隊的優勢 令我做到更多的生意 這件事我一直在想 然後我將這個問題拋給不同團隊的老闆 叫他幫我想起一份 所以他給我的答案不是我很滿意 甚至我到現在都沒有想到一個比較不滿意的答案 所以創業真的不是一個很簡單的事 好像我自己做了差不多兩年 在不同時期我買了不同的儀器 不論是拍攝、收音、換台 又買了一些課程 教我怎樣做好一個視頻 教我怎樣令到視頻吸引人 不斷地試錯、複款、學習 在人力和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令我自己做出來的內容越來越好 越容易吸引到人 還有想想自己現在做的商業模式 是否真的比較好的商業模式 直到今年年中 因為港府開放了人財計劃 整個創業的想法又改變了 然後開始研究保險 保險這件事不是我腦袋一言 一拍心後就去做 我是經過反覆考慮 都跟我老婆談過 最後我考好所有牌照 投身這個保險行業 我希望在新的2024年 可以將保險這個自媒體的帳號 做起上來 是的 我開了一個新的帳號 至於地產代理這個帳號 在未來的一年 我會用一個簡易的方式去運營 一來我仍然很喜歡去看樓 二來我做了九年的地產生涯 所累積的知識和經驗 一下子放棄了它 其實是很可惜的 最重要 這個帳號做了兩年 每一個視頻都是我用心去做出來的 雖然粉絲量不是很多 但是變現效果是有的 即是如果我一刀切 切掉它 代價也挺重的 更重要 我是覺得我自己有能力去兼任這個頻道的發展 所以都希望未來的日子 可以得到你們的支持 而且每一個買得起樓的人 叫他買份保險應該比較容易 都感謝你們這兩年的陪伴 預祝你們新年快樂 都希望每個人都找到自己喜歡的領域 然後放膽去嘗試 越做越好 那我們下年再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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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